被投诉边讲电话边开车的就是这名校车司机 原本车子是禁止的 但后来开始发动 单手开车 整个绳被校车上的学生拍下来 还说这简直像是一台玩命校车 而且只靠一只手就要转动这么大的方向盘 不仅要开车 还要分心讲电话 如果出事了 谁来负责 这行为非常不好 怎么说 对 因为他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是不对的 而且车上又在的是我们这些学生 这段影片被po上网络 po文还直指他就是云林这所高职的校车司机 校方说3月23号那天有学生主动通报 校车司机单手开车讲电话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而且校车当时是买车 44个学生通通在车上 怎么可以不顾学生的安全 这个司机来做一个财罚 那目前财罚是依照合约是罚他5000块钱 道歉 因为我们这个司机平常他表现是很好 那天可能是临时有急事 所以才会做这个动作 这所学校的校车是外包台系客运 司机晚幕开校车 校方要追究 客运公司也要大顾成处 这辆文彬云林报道